好来看到2022年太平洋国旅观光高峰论坛 继观光产业媒合会 29号起一连三天在花莲登场了 那么30号上午呢就有百位的旅游业者 是造访了吉安浩克艺术村 那么乡长游淑珍是亲自担任观光行销大使 来分享吉安景点等观光特色 期盼开启游客业者以及工部门多营的观光模式 29日起一连三天在花莲登场的 2022太平洋国旅观光高峰论坛 继观光产业媒合会 邀请500多位来自北中南地区的旅游同业参与 规划论坛和花莲考察学习活动 30日上午百位旅游同业 则来到吉安湘浩克艺术村造访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当导游接待 并推广吉安湘 我们是代表台湾市经营人协会 旅游业经营人协会 还有台湾市旅游商业同业工会 一起来踩安排第七条的这条路线 那从早上的四八高地 他也算是也很感谢我们花莲县政府 跟军方单位这边协调 四八耕地坑道的开放 那我们进去参观 那这边除了看到我们之前坑地的一些美景 还有旗景坛的美景之外 那包括了这边 也很感谢我们的这个乡长 那吉安湘的乡长 那我们来看这边浩克文化村这边 这个也都是不一样的新的点 那其实都是让我们业者以后 会有不一样新的安排这样子 那期待下午的行程 那还有其他不一样的行程 那可以带我们来带动一下花莲的 整体新的观光 我们相信吉安除了这个农产工夫以外 更有很多的观光旅游 甚至于文化时机的这样的一个巡礼 尤其在吉野是我们过去日本的 遗留的我们的移民村 所以故事物产工时都欢迎全国的好朋友来到这里 今天书生特别来推销 来推导我们的吉安湘 希望更多更多更多 知道吉安但是还没有来过 甚至于不认识吉安还没有来过的 这些好朋友都能够透过这些旅游工会来 介绍给大家 欢迎大家 Welcome to吉安 旅游同业一行人搭配管乐团演奏声 在游淑珍陪同下 认识园区内管社以及相关历史 并分享私房秘境以及特色农产 与百年老术前合影 值班就由此次参访 深化工部门与产业界的合作共识 吸走营造更为优质的永世观光游城 记者长邦彦吉安商报导